GoMetal大家都服气了 所以就不多说 那么还是要做一个免责声明 然后是公司简介 我们这个都不说了 那么老客户呢 在周二周三周四晚上都会收到我们的在线的直播 或者是网络课堂 那么周二晚上的话 一般呢是新人会多一点 周四的话会是我们实际的教学 那么周四晚上的教学呢 在二月份将会变成实际的操盘 就是我们会下单 并且呢会解释之前的交易 那么今天晚上呢 就会有一部分这样的内容 那么GoMetal也是携手了 切尔西足球俱乐部啊 有很多球迷朋友们 尤其是澳洲的男性华人朋友 可能会更熟悉一些 那么切尔西呢 也是欧洲非常知名的球队 那么我们在欧洲的战略呢 基本上已经是稳步向前 那么我个人呢 大家也比较熟悉了 现在呢是在GoMax 悉尼办公室 来进行悉尼市场的开发 以及呢 继续带领团队 为大家的分析 投资逻辑等各方面 提供服务和支持 那么我们中文部的分析团队呢 应该是已经超过十对了 在澳洲所有券商里面 中文的市场呢 应该是占有第一 然后呢 另外呢 我一项是以数学背景和统计背景 给大家做推荐 那么这些依据呢 都是源于我们对过去历史数据的总结和整理 以及呢 对历史规律的一个总结 那么历史规律呢 很多人觉得对未来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 其实并不是的 因为在过去呢 我们人类社会从进入资本社会以来呢 主要的控制资金流动的就是央行和政府两大主体 那么央行和政府呢 控制的资金流向将会直接导致这个行业 或者是这个金融市场产生极大的泡沫 快速的财富效应 那么在中国目前 中国大陆呢 因为现在经过三年的外汇管制 基本上目前呢 中国的人民币党出境是非常困难 我们也知道澳洲很多中小的外汇公司 这种换汇公司 它要收两个点或者1.5个点 那么大家的资金想要出来是很难的 所以呢 现在钱出不来了 但是中国的内部呢 还在拼命的印钞 那么这个印钞呢 主要还是留向两个市场 一个是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上海的房子和深圳的房子 按照每月3%到10%的速度增长 其实非常恐怖的 我认为呢 是不太健康和正常的 那么在澳洲的朋友呢 也不用觉得自己的财富 增长速度比中国大陆的朋友呢 要慢 因为我们在澳洲呢 是可以投资海外的 整个去年到今年的市场 全球市场表现最好的 还是美国股市 但是呢 美国目前出现了轻微的 转折的信号 就是意味着 未来呢 可能会出现大幅震荡 这个信号呢 是在昨天晚上出现的 出现的标志的股票呢 就是特斯拉 一会儿会给大家简单的 介绍一下 特斯拉呢 最新也出现了一些利好消息 我们知道中国 很多公司啊 都在倒车 包括之前有 好几起骗局啊 骗了政府几十亿 人民币 那么最新呢 就是许家印的倒车 那么许家印的 上市公司 在香港上市的 恒大健康 当天呢 是最高上涨了 70%的股票 我觉得水分太大了 那么特斯拉呢 其实 更新的Model S 尚未推出 但是呢 后面的加入者 包括苹果公司 他也要造车 所以我认为 目前在科技领域 能够和特斯拉 相辟 并美 在美国上市公司 就是苹果啊 如果是谷歌 后面也要发力的话 那么谷歌呢 也是非常有潜力的 一家 可以造车的公司 因为谷歌之前 一直是在进行 重卡类的自动驾驶 就是说 吨位呢 可能在10吨以上 就8.5吨以上的 这种卡车类的 像搬家公司 一般都是8.5吨以上的 那么这一类的 它是自动驾驶 所以说包括 公共设施交通 公共汽车 那么都是谷歌 已经在研发 并且已经是 上路行驶过的 在美国特定的州里面 已经是特市运营过了 所以说呢 造车方面 真正实干家呢 谷歌也算是一个 如果一直被大家忽略了 那么我认为 传统的车企呢 目前并不敢 大力推进 电动行业 电动车 因为他们担心呢 电池不稳定啊 或者是其他的 旧车式配合不完善 另外呢 电动类的汽车 之后的保护作用 这个养护啊 等等 还是不是那么完善 所以说呢 对于奔驰宝马 这些欧洲品牌汽车呢 或者是一线类的 那么他们推出 电动车的时间呢 还会往后退移 因为如果是 特斯拉起火了 没问题 特斯拉因为是一个 新能源的 认为他起火 或者出故障是没问题 但是如果是奔驰 或者是欧洲车的 其他车 或者是日本车 如果出问题了 那么就会产生 大面积的召回 所以说对他们来讲的话 这些品牌方呢 控制 品质 是极其严格的 那么试错成本较低的呢 就是新兴的 蔚来汽车这些公司 因为他们是在中国 所以试错成本是 非常低 中国做生育容错率 是比较高的 那么在海外呢 他犯错的成本 和这个法律监管成本 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呢 我依旧是建议大家呢 在目前如果 还是想要投 汽车或者造车类 有潜力的公司 那么另外两家 苹果和谷歌呢 是可以适当考虑 传统的车企呢 也是可以在中长线进入的 那么中国方面的未来 或者是其他行业的 一些汽车类的股票呢 我认为炒作成分更大 因为结合中国目前的技术呢 是很难跟特斯拉媲美的 在这个行业 那么特斯拉的股票呢 昨天经历了一个 五分钟大幅震荡 开盘之后呢 从840块钱 一路上涨到900块钱 碰了一下900块钱 美金的顶部之后呢 出现了快速的下跌 那么在当时呢 美盘应该是 澳洲时间凌晨两点半 到三点 两点半的时间 到三点的时间 开始出现了恐慌性抛盘 那么美国的造型私指数呢 开盘就下跌 后来拉升 然后又大幅下跌 所以呢 金融市场 尤其是美国的 我们可以看 中间这一段 中间这一段 是昨天 市场出现暴跌的情况 那么从 30900附近 跌到了 最低呢 是30500 是快速下跌 那么这样的快速下跌 在美股市场 一般是意味着 大型的机构 出现了抛盘 抛盘之后呢 触发了连锁反应 而后呢 是散户 从这样的一个价格走势呢 我们能够断定的呢 是散户出现了 大量的买入接盘 因为从个股来讲的话 我给大家看一个股票 是莫德纳这支股票 那么也是 我自己之前买入过的 也给他 我们一直 Joy啊 之前 同事Joy 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的 莫德纳的股票 那么在昨天呢 是上涨了12% 从129块多 130 直接涨到了146 那么他的股价走势呢 就是开盘上涨 然后呢 涨 从137涨到了145 然后又跌到了138 然后又开始回升啊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走势 跟特斯拉的走势呢 基本上代表了美国热钱的流动 我们说是热钱 美国热钱 美国的热钱呢 基本上就看这两个股票了 是莫德纳和特斯拉 然后呢 今天呢 主要是给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石盘的演练 我们一般上来要 如果要做交易 那么一天呢 是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阅读今天 比较重要的新闻 以及找到目前 能够影响我们 投资标的的重要新闻 和未来可能 会影响的一些标文 整理之后呢 我们发现 如果是我们判断 整个市场是向上的 比方说 我们要找黄金的交易方法 那我们就要找 跟黄金有关的新闻 跟黄金有关的新闻 能包括全球的政治和 目前央行的投资 央行的对货币的态度 所以呢 我们如果是假设 我们今天要交易黄金的话 我们先要看数据 就是要看日历啊 财经日历 所以呢 我们要看这个财经日历 给出来的数据呢 最近什么时候 有什么数据 是在几点发生的 这个是一定要看的 我们很多朋友呢 上来就是通过K线来交易 这是不对的 我把图形呢 调到黄金 很多人呢 觉得黄金要上涨 但我不这么认同 我并不是这么认同 从前几天的广播呢 就给大家讲到了 黄金呢 我是看跌了在短期 所以说我调成四小时图之后呢 我会发现 黄金的价格呢 一直是在底部 并且有继续下探的趋势 那么目前一直 被这根黑色的线啊 这根黑色的线 是169日以前 一直压得很 很夸张 每次想要突破都失败了 所以说从K线上来讲的话 现在呢 是短期均线 是在长期均线下方 所以说呢 趋势是往下的 四小时图形 然后呢 我们就看一下 目前对黄金 有没有什么重要新闻的影响 那么看台经大事啊 就是这个平台呢 叫做金石数据 它是专门做数据的 以及是做这个新闻推送的 所以呢 建议大家呢 做投资 还是需要下载 这样的一个APP 或者是网页版都有 那么好了 周二是没有重要的数据 已经都发生了 那我们看明天 我们的交易周期呢 如果是按照一天来算的话 那我们就至少要看 未来三到五天的台经日历 啊 未来三到五天 那么我们看到了 这里只有一个 美国12月 耐用品订单月率 啊 这个对黄金的影响 并不是特别大 它对谁比较大呀 它的影响呢 是对一些上市公司 股票影响比较大 耐用品订单率 如果是激增的话 那就证明什么呢 证明大家的消费信心 再增加 消费信心啊 什么叫耐用品 是电视机啊 或者是衣服服装 球鞋 也啊 这些都是耐用品 包括汽车 如果这些订单呢 是增加 激增 那么就代表着 经济呢 开始恢复了 那么目前给到的预期呢 是0.9%啊 是低于前面1% 所以说目前呢 美国的经济预期 包括信心 市场消费者 信心的恢复呢 依旧是降低的啊 所以说呢 现在呢 依旧是两边分化 股票市场上涨 但是经济呢 是处在下滑周期的 因此呢 黄金 它对黄金的影响呢 是比较轻微的 因为数值差的不大 如果是订单率啊 订单月率 上升速度比较快的话 也就是实际值大于预期值 是利好美元 这里有 大家能明白这个逻辑吗 就是如果是耐用品 比方说买电视机的人 比之前多了 这个叫实际值 大于预期值 预期有一百个人买电视机 一百个人装修房子 但实际上有两千个人装修房子 所以说呢 大家就觉得美国的资本市场 又应该 就是说美国的实业 和消费力在回复 那么就是利好美元 就是在利空黄金 因为这个时候 大家看到 耐用品订单率增长了 大家就去买美国的上市公司 因为觉得 他们在未来的业绩将会变好 所以说呢 利好美元 利好美国股市 尤其是生产加工制造业类的股票 那么利空黄金 这就是美国耐用品订单 这个数据 对黄金的影响 那好 我们再接下来往后面看啊 还有没有对黄金有影响的 它有原油库存 那么这个对黄金也没有什么影响 那么这些呢 消息都是不太重要的 所以说呢 周四 周三我们也看过了 没有什么重要消息 那么我们再看周四 周四呢 早上凌晨的时候呢 美联储利率决议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五颗星 那么目前的公布 我认为呢 依旧是0.25% 不会再变 那么数据是不变的 但是呢 它可能会有一些讲话 讲话呢 将对黄金会有直接的影响 那么这次讲话呢 我认为会对黄金 有至少30到50美金幅度的影响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呢 因为现在呢 市场上对美联储 究竟什么时候考虑加息 存在非常不确定的声音 也就是说 一部分人呢 认为在明年底 明年下半年 也不会加息 这就意味着 资本市场的盛宴呢 至少能够持续到 今年下半年 原因很简单 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他需要至少三个月 股市上涨 来稳定市场的信心 以及呢 需要美联储和央行 来配合 包括财政部 来配合拜登政府 在白宫的任职 那么配合 最直接的表现呢 就是稳定股市 以及自己资本市场 刺激消费 所以说呢 在今年上半年 我们的投资 在同关上来讲 风险是有的 但是呢 相比于下半年 投资肯定是更上优势的 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有钱要赚 上半年把钱赚好 赚的干干净净的 那么下半年呢 我们持谨慎态度 在股票市场上 所以说呢 现在市场呢 如果是认为 美联储在明年上半年 将考虑加期 那就意味着 资本市场会提前六个月 反映 那么就是在 今年的四月份到六月份 我们在美国股票市场上 可能就要考虑 不顾退出了 那么如果是明年下半年 才加期 那么我们投资 在美国市场的资本投资呢 可能会延续到今年下半年 十月份甚至十一月份 圣诞行行之前离场 所以说美联储将会表态 我们要从他的言论中 抓取信号 到底是准备什么时候 可能会考虑加期 他要美联储关注的 重点数据 到底是失业率 还是JPI 还是其他的经济指标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定一下 如果是我们的黄金呢 黄金要做短线的话 我们就要在周四之前 尽量平仓 当然了 如果是在周四的早上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醒来 那我们可以做行情数据的交易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睡觉的话 尽量在周三晚上睡觉前 把黄金的订单关掉 避免出现额外的损失 而之后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周四呢 其实还有更多的数据 包括美国的事业金人数 那么这个呢 数据也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美国第一次记录JDP 如果是利好美国 美国股市的 利好美元的 那么都是利空黄金的 目前来看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讲话 其中呢 就是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 和政策声明 政策声明比利率决议本身的 利率公布还要有价值 因为利率不会再变了 短期内不会再变 那么政策声明非常关键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召开新闻发布会 鲍威尔讲话呢 非常有特点 基本上都会出现反转 因为鲍威尔的讲话呢 对于他们这种人呢 他们要特视资本市场 对他们未来政策的反应 美国跟澳洲不一样 跟中国不一样 美国的讲话呢 鲍威尔的讲话 是能够影响全球 上万亿资本的流动的 所以说呢 他们的讲话是非常谨慎的 一般来讲 我认为他们讲话 会有两到三套方案 那么这个方案呢 会根据当时的资本市场报价 比方说鲍威尔说 我认为美国的资本市场 已经出现 足够的流动性 并且呢 美国的就业市场 开始逐步好转 那么讲完这句话之后呢 我认为呢 美国的股市会快速下跌 而美元呢 开始快速上涨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就要测试市场的容忍度 那么美国股市 到底是下跌2% 还是0.5% 如果是0.5%的振幅呢 对于报价 他就会继续加快 未来可能加息的速度 如果是下跌幅度超过了2% 并且振幅极度增加 出现了恐慌性抛盘 那么美联储报价主席呢 就会再收一收 那怎么收呢 就是认为 在没有出现明确的经济好转的 具体数据和经济指标 引导之前 比方说GDP给一个数据 CPI或者失业率 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没有出现具体的之前 依旧保持货币宽松 那么市场呢 马上就会返回去 所以说呢 在他们讲话的时候 一般会准备多套 至少两到三套的 讲话方案 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 来进行调整 所以所以呢 在最近一到两年的实践里面 美联储主席 或者是财政部部长 美国的讲话之前后呢 一般市场都会出现 比较大的振幅 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想避开的话 我们在6点 这个是系统时间啊 大家调整澳洲时间 那么我们就要避开啊 这个是星期四早上 也就是在周三晚上 如果我们要做 短线黄金的话 周三晚上之前 睡觉之前就要平仓 这个呢 就是对大家 在未来交易的 黄金的一个具体的方法 那么大家应该记住啊 所以说呢 我们目前的交易 如果是短线黄金 这个产品的话 想要赚钱 想要降低风险 那我们的交易的时间周期 就是截止到周三 晚上睡觉之前 那我们今天呢 是周二 对吧 那么周三晚上 也就是说我们会 我们这个周期呢 我们这个交易周期呢 是24个小时 对吧 不超过30个小时 如果我们周三晚上 12点睡觉 11点睡觉 那我们的这个时间周期 就不超过30个小时 我们就假设是24个小时 那么24个小时 我们来看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小时 也就是说 我们往前推 推24个小时 看它的震荡区间 那么 就是在下方呢 就是在1850 上方呢 就是在1860 1865 所以说呢 区间我们就给出来了 在前面的24个小时 时间里面 黄金的震幅呢 是1850 在下方 然后1865 在上方 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震荡周期 所以说 如果是我们要做的话 那我们24小时的时间里面 它我们给到的最大的一个额外的区间 它上下是15美金嘛 所以说1850呢 往下15块钱是1835 往上的是1880 1880往上看不见了 所以我们的交易呢 就是在1835和1880之间来进行交易 就是说 我们更有把握的是 它往上和往下的这个日线的震幅呢 就是15美金 我们就要设好止盈或者是止损 根据这样的一个震幅来设置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之前的 这儿 往上 差不多 对吧 这儿也是一个15美金的区间 那么这儿也是一个15美金 这儿也是15美金 所以说呢 在最近的一个震幅的强弱呢 基本上我们认为呢 它是15美金的一个震动幅度 再往下呢 我们看这个地点 这个地点是1820附近 其实1815 基本上也是15到20美金 所以呢 我们认为在没有重大消息 目前的影响下呢 黄金的日内日均波幅呢 应该是15到20美金之间 那我们24小时的止损 就要根据这个来设置 就是15美金 好了 确定了 止盈和止损之后呢 我们就要确定方向 那么方向是怎么来确定呢 我们先 这个是一小时出行啊 那我们确定了上面 我们先把这个1880给挂上 好了 我先来改成四小时线 这样的话 大家更清楚一些 那么中间两条线呢 是今天和到 今天往前的24小时的 黄金价格的波动区间 所以说呢 我们往上翻15块钱 往下翻15块钱 这个跟戴若夫比的 那个区间震荡整理的策略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在没有消息发生之前 没有数据产生 没有重大讲话 美联储没讲话 利率指引没公布之前 它的震荡的区间就是在这个大的框架里面 那范围我们给到了啊 就是这么给出来的 而后呢 我们就要选择方向了 以及呢 具体的操作 方向上来讲的话 我们目前来看的话 黄金的价格呢 是从1月6号开始 最高点 1950 然后呢 一路下跌 最低呢 是在1800 停住 所以说呢 上下震幅是1950到1800 150美金 那么这个150美金呢 它的下跌是非常快速的啊 并且呢 它的低点呢 这是第一个低点 这是第二个低点 出现了两个低点 那么高点是在哪里 第一个高点 第二个高点 那么第一个低点和第二个低点呢 是超出了我们的 区间框架 对吧 那么第一个和第二个高点呢 是在我们的框架里面 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设置1880止损的话 那么指引放在1835下方 所以说从概率上来讲 到达过1880最近的几天 到达过1880的高点呢 是0 对吧 但是到达过1835的低点呢 是两次 所以说呢 下跌的概率呢 从K 单纯从K线上来看的话 是更大的 所以说 那么止损也非常好设啊 如果是1880止损呢 在这儿对吧 然后呢 这里 都没有碰到过 那么指引的话 那么在这里碰到过 这里碰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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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接近碰到过 这里也碰到过 所以说呢 我们会发现 它在多次 黄金价格在多次的试探 下方的支撑 那么如果是有其中 任何一次碰到了 再次下探 那我们就是止盈离场了 那么2466 六次下探 那么上方呢 只有一次可能的试探 对吧 还没有试探成功 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 单纯从概率学上来讲 只看图形的话 下跌的 止盈的概率呢 是6 上涨呢 止盈的概率呢 是1 还不到 因为还没有碰到过 所以说我们从数学上角度来讲 那么在我们目前的区间呢 应该是选择做空 赚钱的概率更大 这个是从 从数学的角度啊 从 这根据之前的配线 因为我们的逻辑呢 已经告诉大家了 就是说 在目前的价格区间里面 没有消息的影响 我们给到的震荡区间呢 就是1835到1880之间 所以呢 我们需要做的呢 就是在1850和1865之间的 选择一个好的价格来 来开始做空 这个如果是大家想做多 也没问题啊 我只是讲做空的 就是我们 如果是想要赚钱 概率大一点 那么风险小一点 应该怎么去做 先找 就是说 我们刚刚读过的消息呢 目前没有直接影响黄金的 所以说这是第一 我们才给到了 震荡区间的这个假设 如果今天晚上就有消息的话 我们就不能按照这个策略来做 因为24小时时间都不到 我们可能做黄金 就到今天晚上 就要出消息了 所以说这是不一样的策略 如果是 这周四没有数据 一直到下周一和周二 那么我们的交易策略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交易策略和交易方法 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是不停的根据市场的变化 消息的变化 以及公布数据的时间 和我们资金量 非常复杂的一个交易体系 金融原来是看着简单 但其实操作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方向给到大家 操作的具体的思路 也给到大家了 那么具体执行的时候 我们就不给方案了 需要大家去自己去看 那么主要的几个指标 刚刚跟大家说了 指营的空单的指营价格 是1835 止损是1880 我们在这个1850到1865之间的区间 选择一个大概率 能下跌的位置 或者是一个下跌比率 赚钱止盈比率 要远好于止损比例的一个价格 因为我这是等分的 等分的 所以说大家操作起来 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我也有一些 最近的交易的订单 那么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1月份 我把时间 Customer的调成 2020年1月1号 到2021年1月27号 那么这个交易账户呢 大家也是非常熟悉了 跟着我其实已经很久了 2010186 左上角 210186 因为之前的网课 我都是在用这个账户来 再给大家讲 那么 从今年1月1号 到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账户的盈利呢 是24297 如果大家想要看我具体的交易 在MT5 所有的电脑版MT5里面 最下方有一个Signal Signal 然后呢 是信号的意思 那么如果想要找到 我的这个账号的交易的 所有记录 怎么找呢 Signal里面 我给点没了 出来了 Signal 然后左上角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有一个Signal -Equity 就是这个英文 然后大家点一下就行了 点一下 然后出来了 叫做AAFund 那么AAFund 就是我这个目前的账户 它排在第一 所以说大家非常好找 就是排在第一位 AAFund 就是我 那我们点进去AAFund 然后看一下 那么这个呢 就是目前所有的交易 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是Other 是我的名字 王俊杰 那么英文名叫JK Broker的话是GoMax Live 然后呢 这些信息 那么Last Trade 是18个小时之前的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账户的 大家也可以自己 把自己的交易呢 放在这个里面啊 让系统来评估一下 我们的这个情况 这是表现啊 那么AAFund 的表现 现在呢 是增加了20%多 Risk的表现 然后Distribution 我这个 我们看自己的账户 交易什么比较多 那么这个账户呢 交易黄金比较多 然后剩下的是 造用资 然后欧元 英镑啊 等等等等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股票 还有Zafe 对不对 Zafe呢 也是我买入了 那么现在也是涨到了 7块多 从5块钱的价格 涨到了7块多 资本市场 有机会的 所以说 大家如果想要看 我的这个 这个情况啊 大家就是 点点这个 还记得怎么点进来 那么点AAFund AAFund 就可以 那么我们呢 只是给大家 做一个参考啊 所以说 不构成任何的 投资建议 所以大家只是 做一个参考 那么这下 没有很多人 如果是想要看 我的交易记录呢 就点这里的Histrate 这里有Histrate嘛 那么Trading 现在它给藏住了 所以呢 大家只能看到 我现在是亏500块钱 但是不知道 什么亏的 那么点底下的Histrate 最下方历史记录 那么就会跳转到 它的网页 网页呢 就会有我的 历史的交易记录 大家就可以看到 跟我自己的交易界面 是完全一样的 跟我自己的交易界面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呢 我们也是有亏钱的 不可能 你市场上 永远都是一直有人赚钱 所以呢 我们在空腹圈啊 或者其他途径上 看到的一些交易员 晒的订单啊 全是赚钱的 很明确就跟大家讲 都是假的 因为不可能 每个人 每天都是稳定赚钱的 如果这个人呢 他能拿一万块钱 每天赚一千块钱 那我可以给他一百万 我相信大家都能给他一百万 然后给他扣一千万 然后他一天赚一百万 一天赚一百万 世界就疯了 所以我觉得呢 任何一直赚钱的 都不可靠 因为他没有必要晒出来 那么我们晒出来呢 是因为给大家分享 怎么赚钱 怎么赔钱 那么交流之后呢 可能赚钱的概率 会更大一点 但是永远不会到百分之一百 所以金融市场 永远是有机会的 但也永远都有风险 那么像昨天的 1月25号 在这里 1月25号前面的 几笔交易订单呢 我是选择了 做空黄金 那么前面的黄金 做空呢 会被扫掉 跟大家一样 经常止损被打掉 但如果是方向 我们认为没有错误的话 那我们还会继续持有 那么最终呢 就会产生超额回报 那为什么 怎么来判断 我们的 这个方向准不准呢 刚刚的判断是一个方法 另外呢 我们要找到参照物 昨天的参照物是什么呢 是美国的道琼斯 指数 因为我在做空黄金的时候呢 是在1月25号 对吧 我先把时间圈出来 这些时间都是1月25号 我是在这个时候 开始做空黄金的 道琼斯呢 已经开始从31000开始下跌了 而黄金呢 一直是在1850美金上下震荡 没有出现较大的跌幅 那么这个时候 为什么我去敢于做空呢 为什么我认为黄金和道琼斯指数 都应该出现下跌呢 我们 我最擅长的 以前给大家讲过啊 包括看德国股指和美国股指 来做澳洲股票 一样 我一定要找一个参照物 并且呢 这个参照物在近期呢 是要有效性 要高于80% 来给我做一个参考 那么最近的资金呢 很明显 它的资金呢 是我们知道股票 最近的上涨呢 都是根据市场上资金的 流动性和冲突性 来决定的 那么在3月份 去年3月份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呢 黄金和股市都是暴跌的 对吧 那么在前段时间呢 黄金和股市的走势呢 也基本上是雷同的 就是因为 如果是黄金 它本身呢 它避险是在资本 不会影响 流动性的情况下 但如果是 大家觉得美国市场太高了 我现在要撤上 要持有现金 持有美元 那么必然呢 美元要涨 然后资产标记要被抛售 那么黄金也要抛售 然后最后留美元 所以说 美元上涨 股市下跌 黄金下跌 这是一个相关镜 的逻辑 那如果是股市出现了 快速下跌 在昨天晚上 出现了快速下跌 而黄金没有反应 我们就可以 跟着一起来 做空黄金 我把它们 放在一个图里 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 我稍微调整一下 把黄金呢 和美国的这个 道雄斯指数啊 放在一个表格里 如果大家有问题呢 就在question里面 问出来啊 因为 时间的关系 可能再多给大家讲 一个几分钟 好了 这两个呢 就应该是一致了 就是说 从时间周期上来讲 希望大家能看得清 那么 在中间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说黄金呢 他从这个平台时间 我们先找到九点半 对吧 1月25号 9点半 1月25号 9月25 基本上在 9点半 1月25号 平台时间的时候 黄金开始出现了 一轮上涨 对不对 那么 但是呢 我们看到 美国道雄斯指数 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下跌 对不对 对吧 那么 作为我们刚刚的逻辑 美国呢 在9点25平台时间 美国股市出现了 开始快速下跌 但是黄金出现了上涨 这是不规律 也不科学的 那么按照我们的逻辑支持呢 黄金是要跌回来的 所以说呢 在后面呢 黄金出现了股跌 快速下跌 直接是从16 1865跌到了1850 边界跌破了 那么之后呢 两者开始盘着 我们再看今天白天 两者有没有相关性 那么今天白天呢 我微型反转之后 对吧 微型反转之后 然后横盘 然后小幅上涨 然后下来 那我们看到美国呢 就是没有横盘 就直接开始出现 缓慢下跌 然后开始上涨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是这个 道雄斯出现了上涨 那么黄金呢 是出现了下跌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 就是从昨天呢 就是在资金 恐慌性抛盘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 就是黄金和股指 股票市场 只有在像去年三月份 出现恐慌性抛盘的时候 他们才是共同下跌的 所以说呢 并不是绝对的相关性 它是出现恐慌性抛盘 黄金呢 才会跟着被抛售 因为大家手里 机构手里都没有钱了 你看市场不行了 所有的资产标记 全都会被抛售 只有美元是上涨的 但是呢 如果没有出现 恐慌性抛盘的 那么两者相关性 就会很弱 那么我们知道的 就是资本市场呢 大家认为还是有信心的 对不对 那么股市开始上涨 那么黄金呢 如果大家都去买 美国股市了 黄金还是走弱了 所以说从基本面上来讲的话 我直接给大家讲 现在很多美国资金呢 国际资本都去买美债了 因为美国债收益率再增加 拜登呢 又支持财政政策 搞货币这个基建 基础推出建设 所以说呢 美元会得到一定的支撑 股指呢 会得到股票市场 得到一定支撑 而黄金呢 它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 和收益率的 所以说它从宏观和微观 和技术上来讲 短期呢 都存在下跌的压力 这是为什么很多分析师啊 说最近黄金要涨 但是我是不太同意的 至少短期来讲 到短期是到什么时候啊 就是到周三晚上 我们睡觉之前 那么它下跌的概率呢 可能会更大一些 当然不是百分百确定啊 千万别一下下十手 我们我们自己做交易 都是有止损的 所以说建议大家 也要设好止损 所以说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交易记录啊 如果是感兴趣的 还记得在Signal 然后自己去看就可以了 那么有赚有赔 整理下来 我们是赚钱的就行 风险一定要控制住啊 我们做的比大家好的地方 就是在我们是擅长控制风险的 那么目前还持有一些 悉尼机场的股票啊 基本上没有其他的订单了 就是因为我做短线 和做中长线 一定要去分开啊 短线千万不可能 不要变成最后变成长线了 那么简单的回答大家几个问题 我们今天的时间呢 就基本上结束了 感谢大家 因为今天已经是有非常多的人啊 我们如果是三个渠道都算的话 应该也是小150人左右了 我简单的看一下大家的问题 有人问CSL是否开始向上了 CSL呢 目前并不敢大量买入 原因很简单 就是你大量买入的风险呢 是比较高的啊 如果是我们手里没有的话 你可以你可以买入 那么从固比 固比倒数线法则来讲的话 CSL呢 是出现了买入信号 确实是出现了买入信号 就是数三根线嘛 我给大家数一下好了 最低的 然后呢 对吧 上来 然后基本上是到这个位置 对吧 274块3 就是第三根线 274块 它现在呢 已经是连续两天 就是第一天冲上来没站住 但是第二天呢 已经是站住了 但是呢 由于 今天澳洲修饰 所以说我们要再买入的话 就要看明天 如果是在275块钱以上的话 274块以上的话 就可以买入了 那么止损呢 就算在274块钱以下 所以说呢 CSL是可以买的 因为止损非常好设 就274块钱以下 止损很好设 所以说呢 亏小钱赚大钱 那么这个呢 是交易是可以的 这个机会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 适不适合大量买入 比方说你有1万块钱 买了10万块钱的CSL 这个呢 我是不建议的 我们要适当的 用两倍杠杠就可以了 或者三倍 这一步呢 我不建议先带大家进 因为这个股票呢 是属于 波动率很大的股票 如果我们在短期 要离场的话 那它会有可能 出现这种情况 和这种情况 和这种情况 所以说呢 它三波上涨 最后呢 都是回到6块钱左右 那么如果是 大家要做这个交易的话 那么我建议呢 就是做1到2天的短线就行 因为如果它价跌的话 就会被套很久 如果它有钱的话 不怕被套 无所谓 另外呢 就要看美国资本市场 到底能不能跌下来 近期现在的价格呢 已经是 很多人是恐高的 我们 可以利用股票指数 来进行一些对冲 但是我建议呢 大家可以适当的 就是说考虑 做空美国的倒用资指数 如果我们买入的 澳洲股票数量太多的话 而又不舍得抛出 所以说 道琼斯指数 如果是要做空的话 它的指数也非常好 设就设在前高 前高就可以了 纳斯达克短期 有下情风险吗 在周三公布 利率决议之前 是没有的 就是说 现在昨天的资金下跌呢 是因为什么 也是因为 我认为也是因为 马上要讲话了 美联储如果是讲话 鲍威尔如果是讲话 利空美国股市的话 那么他们怕跑不去 所以说呢 现在很多机构啊 是美国做空的期权 已经达到了历史高位 找不到 算了 就是美国现在做空期权 来保护对冲的 包括做空指数的 已经是创出了一个新高 就是大家比方说 持有了一千万美元的股票 但是呢 他如果是市场跌了 可能跑不及 那这个时候呢 就做空指数 因为指数的流动性 是足够好的 就是说 你买一千万一个亿 一百亿一千亿 指数都能吃得下 不像我们股票 有的可能几百万 就没有卖盘了 没有买盘了 所以说我们抛不掉 那么指数的流动性 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呢 很多机构呢 现在已经开始 在做空指数了 那么就是昨天呢 出现了一个 闪蒙式的下跌 所以大家如果是 有太多的股票的话 可以适当的对冲 如果是股票数量不多 比方说只有几万块 那我估计不需要太多的 来考虑这个问题 空奖问题和对冲问题 因为目前资本市长 还是很有信心的 刚刚也讲过了 在前面的两三个月呢 美股大概率是稳挺的 因为拜登如果是一上台 股市就下跌 那么大家对他就不满了 所以最主要的是 关注周四早上 美联储讲话 好了在此感谢大家 美金最近会走强 还是要看周三讲话 如果是周三讲话 没有问题 美元大概率是 可能会走强 A50持续上涨 A50大概率持续上涨 短期下跌的风险是有的 因为是需要调整框位的机构 很多中国的股票 茅台都2000多了 白马股已经涨到新高 所以说短期回调的 态度是很大的 但是中长期 依旧看好中国A50 不可能房子的涨速 比股票速度还要快 这个就是不正常的 正常的是股票涨速 比房子快 这是正常的 这个才是真正能构建 资本市场 才能构建金融市场的 像美国 美国就是很好的例子 股票上涨速度 是远快于房产市场 因为房产本身 是不产生价值的 只有上市公司 才是真正为社会 产生福利和价值的 所以说必须要让 上市公司赚到钱 市值做大 大家才有动力赚钱 这样大家才能享受 社会福利 如果是房子一直涨 没有人干活 都去炒房的 那上市公司都倒了 大家都破产 产生恶性循环 好了 再次感谢大家 那么祝大家晚安